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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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雷锋坛服役了12年 受了雷锋精神训到了12年 更应该服从组织安排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我在部队学的是机械维修 我觉得在垃圾填埋场机械多 更能有用武之地 由于自己工作比较忙 不经常回家 我母亲过来看我 当时我在带着工人正在干活 我母亲看了 也不只能默默地走了 雷锋均匀 是一种无私奉献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为人民服务 为祖国 为了集体 毫不计调个人得失 我觉得自己建制学列峰 这么多年 最大的收获就是 每天都有满满的幸福感 每年行兵疫情训练 自华云春都自曝费用报名参加 义务给新兵训练 自华云春的工资也不高 我们都别给他一点敬费补助 但是 每次都被他拒绝了 他说 我不是看得起来的 能给新兵训练 给他们建建革命传统 为他们走上巨银系号扣子 他就要满足了 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加入我们的队伍 我将继续带领我们雷锋服务中的全体人员 红颜雷锋继续做一个永不生休的螺丝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